好,今天聊一下这个下面的行情怎么做啊,这这下面的行情可能比较纠结啊,就是你先看一下日线啊,日线级别昨天的收盘价还是相当相当精确的,这个位置确实也就一两点啊,但是不管他还是在上去了啊,上去的话呢,那这就看反弹啊,这是日线级别的反弹,日线级别的反弹 呃,还是有两种反弹啊,一个是ABC的走势,一个是就是做一根,就是这边做一根阳线啊,呃,现在看还是做一根阳线的概率比较大,有人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中继阳线的概率啊,就是如果做一根中继阳线,我们怎么操作啊,这是第一种方法啊,如果走ABC,那等一下我再分析啊, 如果走一个中继阳线的话,那这个四小时级别就应该是,呃,四小时级别就应该是,你在这个地方,他会上探这个地方,还是不上探这个地方,呃,现在就是说,如果走一根,呃,中继阳线的话,他是上探不了的啊, 就是说在白天的话,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,这两根小小阳线,或者就是小小小小小线吧,呃,就是仿锤线吧,这种在这个地方,那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,呃,再走一根小阳线,呃,这个日线,日线级别的,这个中继阳线,就算是走完了啊, 接下来,还是,还是要下杀的啊,这是,呃,这是那个,如果走一个中继阳线的话,呃,如果他日线级别走一个反弹的话,那也就是说,呃,这个,呃,这个,这个,这个,要把这个破掉,破掉以后,在这个地方啊,在这个地方啊, 放量啊,他要走ABC的话,这个地方必须是放量的啊,就是在,就是这,前面这个柄这个地方啊,前面这个柄这个地方必须是放量的啊,呃,确定他走ABC,否则的话,还是中继阳线啊,就是说,呃,打一根标记,接着下来,因为为什么,因为这这根大阴线啊,大阴线,你在这个位置啊,在这个位置是要,他,如果要想, 呃,走上去以后啊,你必须得有一个,呃,就是他一个换手换手的平台啊,当然是这个现在,呃,来说,他是一个换手的平台,他还是要向下的啊,呃,他,呃,还有就是我们说的,他走ABC的话,那你就在白天的两根柱子,白天两根柱子,可能是因为外盘的原因啊,呃,股市和欺市的话, 可能如果他受到影响的话,我认为啊,影响不大,因为为什么呢,其实啊,呃,这个市场呀,他,他本来就有他的规律的,呃,他,他的能量已经释放出来了,你不要纠结,呃,有了,真正的行情,也就是在末端的48个小时啊, 你如果抓不住的话,你这60%也就抓不住了,这是主要的啊,呃,你,你也不要说什么,这个暴涨,那个暴涨的,哪一年大众不涨啊,哪一年年初有色不涨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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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这个,不知道这个规律, 哎,在那个,就是那种情绪化呀,可能起的作用不是很大呀,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,但是呢,这个,他可能,探一下这个地方啊,探一下这个地方,你看他的一个表现形式,就可以了,就是表现,如果他十分强势的话, 那你这个地方,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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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的时候,你稍微做一下反弹,我们这个主,分析的还是以反弹为主啊,不是说他,呃,要上去了啊,这个,这个暂时还没有,呃,这个迹象啊,因为这前面一根大英镑,他还是要走一个,呃,呃,走,走一个换手的啊,你要走,走上去也是要走换手的啊,呃,所以说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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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要走上去,你, 这也是一个微型啊,他还是要做一个对应的效果,我们的这个目标,肯定是没没到的,到这边啊,让你感受一下,接着下来,也无所谓的,就这个可能效果更好啊,在一个没有没有对手盘,你是赚不到钱的啊,所以你只能在这边上去以后,才能赚钱啊,这个我们要警惕啊,不要就是认为他这边,呃,要走一个 被市场和外界的一些条件所影响啊,他是有自身的一个规律的啊,呃,你在日线级别上,就两个点,你在前期的这个,这个点,你肯定是突破,就是前面这根,这个线啊,就是他四根,你突破完以后,呃,再看ABC反弹啊,这个行情就是这样,这个,这两天, 那行情可能比较难做啊,因为不像啊,呃,这个前面这个比较淋漓的行情啊,你还是把握住仓位,还有,他比震荡啊,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震荡的缓慢性行情啊,他选择,就是说,这个,这个,确定好以后,呃,他下来,你不完呢,所以说,你在前面,如果一波行情没有抓住的话, 你就是这样,前面这一波行情没有抓住的话,下面的行情,嗯,你也是很难挣钱的,呃,不像前面这么淋漓,你要知道这个风格还是转换的,有的,所以说,你不要,呃,就是冲动就好了,呃,好,今天就这样,呃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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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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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